全世界的金髮小男孩小王子 風靡全世界的金髮小男孩小王子 12月20號要來台灣了 主辦單位將小王子書中的文字跟插畫 製作為真實的場景 搭配情境故事機的導讀 讓民眾可以看見小王子 更可以聽見小王子 法國名著小王子全球已經翻譯為257種語言 是世界上最暢銷書籍之一 現在書中的文字和插畫要轉成真實場景 由聯合報系主辦的小王子特展 12月20日將在台灣現身 風靡全球的小王子 在每個人的眼中有不一樣的價值與意義 很難想像一本小王子 可以影響一個人將近40年的時間 我為了這本書我創了五點名會員 我為了這本書我做藝術的創作 基本上他跟我是這一輩子裡面最終的一個朋友 作者安東尼順修伯理 藉由小王子純真的心靈 以直白話語傳遞最簡單 卻也最容易被遺忘的道理 真正重要的東西 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必須要用你的心 特別就是景體說真的是第一次 把書裡面的全部的形象 都可以在一個展覽裡面可以看得到 是全世界第一次 如果你曾讀過小王子 請來重溫故事最初所給你的感動 若你未曾讀過 歡迎你來感受小王子風靡全球的動人魅力 記者陳翠蘭王鴻鈺台北報導